根据IC Cars对180多万辆二手车的最新分析 7月份一辆使用了1-5年的汽车的平均售价为34,291美元 7月的价格比6月份略有上升 6月二手车的平均价格为34,154美元 标志着价格增长放缓4个月后的第二个月小幅上涨 而加州二手车的价格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为34,617美元 二手车市场的现状为拥有二手车的消费者提供了一个已旧换新的机会 而对于想购买二手车的消费者 虽然此前IC Cars建议等待观望 但预计微芯片短缺将持续到2023年初 因此二手车降价的概率很小 洛杉矶公共卫生局8月20日在其官方推特上介绍 可以为宠物免费检测新冠的相关内容 根据洛杉矶公共卫生局在其网站上表示 兽医部门已经获得州和地方流行病学家委员会 以及CDC的资助 来支持对洛杉矶县宠物的新冠检测 这个项目可以帮助更多的了解新冠病毒 在人类动物和环境关系中的重要性 洛杉矶公共卫生局将与洛杉矶县的各种动物 护理设施和机构合作 并提供免费测试 目标是检测许多不同种类的动物 包括鹿 蝙蝠 浣熊等野生动物 此推文发出后 立即遭到网友的嘲讽 尤其是去年2月对一只狗检测新冠的图片流出后 许多人对洛杉矶公共卫生局表达不满 由于差评多道报 洛杉矶公共卫生局不得不关闭了评论 由于对欧元区经济前景的担忧继续升温 8月22日欧元跌至20年新低 欧元对美元一度下跌0.9%至0.9951 低于2022年创下的低点0.9952 再度回到2002年的水平 欧洲经济目前正面临一系列重大问题 俄乌冲突的影响推高了能源和食品成本 严重的干旱更加剧了挑战